你好 我是老胡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在做内容的时候 究竟是创意重要 还是执行重要 那么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每天受到大量的私信 有相当一类的问题 就是这样 老胡你帮我参谋参谋 这个方向应该怎么做 或者讲我有这么一个创意 你看看是不是靠谱 能不能把它做起来 这些问题无一例外 后面都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这样 我这个创意怎么样 是不是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意 那么我只要做一下 就能够很快的有流量 那么其实我看了频道越来越多 我发现频道的创意方面 越来越不重要 所以我经常在我的直播里面讲到 开个油条店 做个油条摊 这需要多少创意吗 这个点子本身不需要多少创意 看你怎么执行这样一个生意 在执行过程当中 当然有需要各种各样的创意 那个创意跟最开始的一个商业的创意不一样 我们做内容也是这个道理 我是不是要想一个别人都没有的 然后在YouTube上去搜索 哇没有几个人做这个东西的 只有一两个人做也非常烂 好像这样的才是一个机会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经常讲 你可以把一个被证明的好的内容方向 从那里去做的话 你的风险就很小 因为证明有人看 证明有足够多的观众 这个内容是经得起考验 别人尝试过的形式 你只要加以吸收改进提供 这个是靠谱的 有人看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越来越的相信 执行层面上面的这种能力 或者是执行层面上面的创造力 才是做好一个内容 甚至是做好所有的生意 甚至是做好一个人 都是这个道理 好 今天我通过一个例子 看看我能不能把这样一个概念讲清楚 我们看 这个例子叫That How do I 我在大概三个星期的一起直播里头 举了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当时是一个月时间 从零做到180万的粉丝 今天过去了三周 他从180万做到了230万 这个频道的点子非常简单 就是他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 给全世界在家庭里头 有一个父亲角色缺陷的这些孩子 教他们怎么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从打领带 挂胡子 换轮胎 简简单单的就是家里头父亲的角色要做的 父亲教儿子 一般来说是 我很少看见他叫教女儿去做什么事情的 那么他持有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么所以他得到了很大的共鸣 在YouTube上面怎么样伴随小孩成长 怎么样做一个父亲这样的角色 没有从他这个角度来做的 就是扮演别人家 扮演全民 扮演国民老爸这样的角色 所以他这个路点非常非常好 所以一下子就火爆起来了 那么好 紧接着我讲 这个点子最开始的可能有一定创新性 那么你能不能拷贝呢 你看看我搜索一下 Dad How Do I 然后过滤频道 有好多好多拷贝他的频道 有很多有的是只是搬运 有的是翻译 我在这方面不一一给你看了 也就是说这是好点子 立刻有人来创作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频道 在Social Blade里头 从最开始的快速的火爆 到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看现在每天是六万八万这样的观看量 但是他的粉丝你看涨粉 一天一万一天一万的快速涨 从他现在的粉丝的数量 两百三十万的情况 每天只有这个观看量是比较少的 说明什么 说明他这个频道进一步的增长会趋缓 如果他的内容跟不上的话 有可能慢慢慢慢就会停滞增长 最开始那个热度跑掉了 所以取决于这一个Dad 这个老爸他将来怎么样使得他的内容得到提升 大家真正在内容层面上 而不只是角色层面上承认他 他这个频道才有可能进一步获得长足的发展 那么从国民老爸这样一个点子 可以直接借鉴来 就是讲怎么样做一个国民老妈 这样一个频道 那当然这是非常自然的这种点子的转换 对吧 所以当时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就在我的群里头讲 你们有谁愿意做一个国民老妈的频道 Man How Do I 那么有个群友就愿意出来做 尝试了一两期很快就放弃了 我们可以看看 从频道搜索过滤 这个结果里头可以看到 就这个人做出来了 他做了15个视频 那么他现在有3万的粉丝 从5月21号到今天一个月不到 那么他这个启动就相当不错 一个月不到有3万粉丝 你看其他人也看到了 也尝试了 你看看一个视频放弃了 一个视频放弃了 一个视频放弃了 那么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执行层面上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说你尝试了觉得是个不错的点子 你真的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还最终于取决于 你适不适合做这一类的内容 就是你适不适合扮演一个全民老妈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群里的这个群友的话 我看到他做了一两下我感觉他自己也同意 他没有这种好像是能力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什么样才能够成功地扮演一个 这样的全民老妈的角色 我们看这个做出来的这个人 我看一下他的一期视频 好不好 这是他第三期视频做介绍 你可以看到他自己跟他跟大家讲 他一点都没有做YouTube的任何的经验 他就是看到这个Dad How Do I 然后他受到启发 他自己是六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他就开始做 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为什么刚才给你看这个片段和这个片段 你看在一期节目里头 他连这个普通的这种灯光说话 他好像都是用过很多很多剪辑 但是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数据 我提醒大家 5月20号 他开频道 21号 22号 22号 24号 25号 你看他没停 不向别人做两个视频就放弃了 他就后面一直做 最近放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最近放缓 也导致了他这个数据的下降 我们看 你看他最开始的时候 一天时间能涨几千粉丝 然后几百 然后这个地方又有一期起来了 6000多粉丝 一天 然后最近呢 缓慢下来 但是缓慢下来 也有五六百粉丝 这种节奏 但是他这个地方跟刚才 那个老爸的那个频道一样 他的观看量不足 毕竟是反映了他在内容制作上面的薄弱之处 所以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你要把这个频道真的是能够成长的话 后面内容一定要跟上 那么这个老妈当然他是没有做过YouTube 没有经验 对于这样子突如其来的这种幸福 可能造价不住 这个流量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一两个就放弃了 他呢 真的是有这种老妈的这种气质 他自己有带那么多孩子的经验 他呢 你看他的微笑 你的他对人的这种自然的这种关心 这种态度 不是讲你扮演老妈这个角色 你就要懂好多 因为你扮演的是缺失母爱的 这些孩子的老妈 你又不能老太隆肿的老妈 你又不能非常年轻的老妈 他这个就非常这个适合 亲切 然后呢 真的是老妈那个年龄段 那他告诉你 就是家里头的这些 一个妈妈角色应该做的 他只教你东西 不责备你 不盯着你去做作业 这就是一个妈妈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做的这个视频的内容 你看看 怎么样洗衣服 怎么样缝扣子 怎么样叠被子 头疼怎么办 然后一些怎么变变子 等等等等 都是一个妈妈 我不知道 在家里头扮演的这样的角色 那么 妈妈这个频道 跟那个爸爸那个频道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你要定位好 你这个妈妈是针对一个女孩子的妈妈 还是个男孩子的妈妈 我发现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当时跟我这个群友讨论的时候 我发现这是有点挑战的 你不能这样做所有人的妈妈 对吧 那爸爸那个频道里头 你看他教男孩子打领带修汽车 他扮演的是一个缺失父害的男孩子 那么你这个妈妈 你就不能做所有这个小孩 或者是青少年 高中生或者大学生这样的妈妈 你一定要定位准确 是扮演什么样一群人的妈妈 所以大家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那么多人开始做这个妈妈频道 你可以看到这么多人 就他一个人做起来了 那么你讲 他这个一点子是直接拿来的 执行大家都在同一个气跑线上 最后他执行成功 他不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他从来都没有做过 YouTube 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去分析 他为什么在这么所有一些 这些创作者当中 他能够脱颖而出 那么当然我刚才讲了 妈妈和爸爸都现在处在一个菜鸟 没有能够激素这种成长过程当中 能够跟上大家对他的要求和期望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有可能这个妈妈不是最后胜出的那个妈妈 有可能这个爸爸不是最后的那个全民爸爸 为了说明这样一个概念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 以前我曾经做过一期这样的节目 就是叶压机全网流行的时候 模仿者风涌而上 一个礼拜几十个频道都来用这个叶压机来挤东西 那么这是我当时做节目的时候的一个数据 你看这个芬兰的是最早做的 15年 最后胜出的当时2016年4月2号 第三个开这个频道的人 他在我做节目这个时候 2018年的3月份的时候 2018年3月13号的时候 他是胜出的频道 他开频道整整比他晚了半年 但是他的赚钱远远比他来得多 点子太简单 就是用油压机来压东西 那么你怎么样把这个频道做得有创意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讲的全民老爸和全民老妈 是一个概念 所以再过半年再过一年 是不是这个人还站在首位 或者是这个人还站在首位 不一定 所以不要认为别人占领了这两个三头 你可以从他的数据就会看见 他并没有 现在是岌岌可危 可以讲230万 每天只有7万左右的观看量 这是比较糟糕的数据 那么我们观众里头 如果真的是有人能够有执行能力 能把这个内容做得更棒 效率更高 然后更新更为频繁 那么完全有可能超过他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 第一 如果你能做得起来的话 内容质量比他高 那么我做广告的话 我就帮你盯着这个人打 只要看见这个老爸的人 全让他看见你的视频 所以你很快就能跟着他起来 最后人家发现 这个老爸比这个厉害 所有的内容比他又多又好 那么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他这200多万的粉丝 一大半都会吸到你那边去 等于是两个老爸打擂台 这又好戏看了 老妈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通过这个例子 想给大家看的 一个原创的创意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 而现在很多人 90%的人都是认为 这个东西超级重要 然后去搜查 没人做这个东西 我做的是第一 然后能成功 是先发优势 是有但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你怎么样能够在执行层面上 超过别人 当然我们讲你先接条线 你要看起来像个老妈样子 这样才对亲切 这个有爱心 然后有耐心 从来不责备别人 这个是当然是必须的条件 但是你可以看到 你不能讲别的人 就不是老妈的样子 如果是一个黑人的话 但是很多人愿意是一个黑人 来做他的黑人老妈 不是吗 如果他统一个种族的话 所以他在黑人老妈里头 因为他是有优势的 但是他也做不过他 为什么 他要么不喜欢 要么他放弃的太早 所以要做一个事情 不一定要从找到一个 了不起的点子开始 一定是这样 这个点子是很好 全民老妈 全民老爸 很好的点子 是有这个需求 被证明了 然后你能不能执行 我刚才都讲了 就是他已经占了头位 你都不要害怕 你依然能够执行得很好 你知道大家要吃面包 你知道大家要吃水饺 你就不会去讲 有多少水饺店 有多少面包店 凭什么轮到我来做 你可以做 你照样可以做的 今天开始都会把别人打败 曾经有个外国人 我看到了跑到江苏省某个地方 大概是镇江去做生煎包子 他喜欢生煎包子 吃上他就爱上了 然后就从完全一个门外汉 去学习做生煎包子 居然开出了一个非常棒的 连锁的生煎包子 做成一个品牌 好了不起几年的时间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啰啰嗦嗦 讲了这么多 中心思想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确 与其去专注去去 寻找一个破天荒的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创意 还不如在一个成熟的内容 垂直方向上 把它做精做好 借鉴所有人的优点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往上走 这个才是适合绝大多数人的 内容创作的成长的方式 好了 好了 我希望我今天这期节目 通过这个例子 最起码能引起大家 在这个方向上的思考 我不见得能够说服你 但是开始这样的思考 得到一点启发 这已经足够了 那么我这期的节目的目的 就达到了 好了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 感谢 感谢